这样可能还方便一点 我们才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要不然可能就被我们的头像给遮住了 好的 首先感谢这个罗马天使大学 托马斯研究所给我们这个机会 创立这个平台 让我们对阿坤纳有兴趣的人 可以在这里探讨一些与托马斯阿坤纳有关的 我们感兴趣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是第二次借助这个平台来做这种讲座 而且今天这个时间呢 也非常的巧合 我这次选的题目是 立马就对阿坤纳人学思想的中国化权势 昨天我看到这个意大利驻华的使馆 在他们的那个公共平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好像10月6号是立马斗的生日 今年是他诞辰470周年 所以这个时间和我这个选题刚好有一个巧合 那么实际上是因为立马斗在中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他作为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那么他有非常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个进程当中起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他的天主实义也是这个就是说非常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对做中国的这个文化交流史的人来说 还是对做这个就是基督宗教东方传播的人来说 我想他的天主实义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所代表的传教路线也是也是这个一直在被人们所探讨 所以我在念托马莎奎纳的人学的过程当中呢 也也也旁设到他的这个天主实义 因为后来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就是立马斗是怎么在说的 或者他当时对一些问题的解释 是怎么能够与他所具有的这种天主教传教士的 学术背景相关的 后来随着我们对阿库纳人一些思想的理解的深入 然后再回过头去看他对于灵魂问题的一些一些解说 立马斗对灵魂问题的解释 我觉得这个契合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刚刚接触到立马斗的著作的时候呢 这个好像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朱维珍教授 他曾经编过一本这个立马斗中文著一集 那他在开篇的时候 就是在导演里头他就曾经说过 他说耶稣会派往海外 特别是东方古国传教的成员 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具有神学人文和自然科学的较高素养 就他们本身有很好的这个学术教育的背景 然后被送到中国来 然后当然立马斗最为人称道和突出的 是他有花了很多的时间 沉浸在中国的这个学术典籍里头 成为一个这个中国的西方来的西儒 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儒学典籍当中 又再一次的进修深造自己 所以他是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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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中西对话的这样 那么就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这个题目而言就是 他在他的天主实义当中有第三篇 就是论人魂不灭大义与禽兽 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人的灵魂是不同于禽兽的魂的 在什么地方不同呢 就在于他是不会不会坏灭的 就是不死的 这个其实跟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灵魂观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他借助一个跟中世 我们大家知道天主实义的这个写法就是 他和中世之间的这种对话 就是用这个对话 那么他来论证这个问题 他论证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论证人的灵魂在 不灰昧这一步这一个方面是跟禽兽不同的 这是他的这个关键问题 那么我们说这一篇的缘起呢 有的学者考证是他他所对应的那个就是 他在这个对话当中所面对的那个中世呢 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明朝的一个礼部上书官员叫冯奇 是吧 他在奇人诗篇里头也曾经介绍过这个人 立马都在奇人诗篇里谈得过这个人 所以他可能两个人在交往过程当中呢 他就从冯奇的交谈当中感受到了一种什么 又感受到了一种这个很悲观的这样一种人生 人生观 然后对人的人的生命的意义价值的理解 是一种很悲观很低沉的那种那种调子 所以第三篇开头 他引述中世的这个话 就是作为他辩论的靶子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冯奇的这一番告白是整个天主实义当中 中世发言的最长的一篇发言 那么冯奇本人跟立马斗在对佛教的不接受问题上 是有着这个共同点的 在所谓的这个对当时的三教合一的这个三千教的 这个观点上也是共同的 但是冯奇有一个心中的苦闷 就是他对人生意义的找寻 认为他过去所受的教育 不能够给他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意义 所以他认为人活在世上还不如禽兽 就是从这里开始 那么他们有了他们的这一番对话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看 在这番对话当中 就说阿奎纳是如何运 立马斗是如何运用扑马斯人学的观点 把这个天主教关于人魂不灭的这样一种思想 传递给用中国的方式 传递给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所以这个中世也就是这个 因为天主实义就是中世和西世的对话 那么中世就一个一个一个 一长段话的意义就是 他就说人还不如鸟兽 就是说鸟兽其勤返教人为知识 就是你看这个鸟兽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好像也没有人超那么多心 是吧 而且该有吃的时候他就能够有吃 他也不需要为自己准备衣服 是吧 他到了天冷的时候 他就能够有他的这个毛雨 来遮复他 所以好像 怎么他在这个地方 比我们人过得还更自在 这是中世的观点 那么我们说值得注意的是呢 你看这些话实际上在 在这个福音书当中 在圣经当中其实也有 这个陆家福音就曾经说过 他说你看乌鸦他们不播种 也不收割 他们没有库房 也没有昌岭 天主尚且养活他们 是吧 但是呢 你看中世的落脚点落在 复查鸟兽 其勤反 其勤叫人 反为致士 你看这些禽兽 他比人过得还好 这是中国人的这个得出的结论 而圣经当中所讲的就是 你们比起这些非鸟 还要中贵多少呢 你看他们在世间生存 天主都让他们存在 你们还担心什么呢 这是圣经的礼物 那么还有呢 就是 中世也说了 他说 人出生的时候 这个 作为母亲 悲伤痛苦 是吧 这个其实在圣经里头 我们也可以找到 对应的表述 那我们说 既然中世 他所引证的这些论据 与圣经在文字上相似 那么对他的反驳 我们说就不能仅仅是 停留在 引证圣经文字的 这个层面上 而必须要在更加深刻的 理论层面上加以反驳 所以利马豆就是这样做的 而他作为理论工具的 就是托马莎奎纳的人学理论 正是因为利马豆经受了 这个非常良好的神学训练 对阿奎纳的人学思想的 基本内容 他是了然于心的 同时呢 也是由于他对中国文化 中国斯大夫的 这个思维方式 就有深刻的了解 所以他在运用 阿奎纳人学思想的 这个理论工具的时候 并不是照搬的那种 这个我们讲 经验式的那种 那种正反合的三大模式 而是采取了中国人更为接受的 这个结问 对比这样一些方式 但是他呈现出来的 是阿奎纳人学思想的 这样一种精髓 这样一种精髓 这是 那么具体的来看 就是说 当中式的陈述完毕了以后 就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那我们活在世间 怎么还不如那些鸟兽啊 那么阿奎纳首先做了一个 这个反节 他说 世上有如此患难 而我痴心有恋爱之不能割 使有您 使有您太当如何焉 就是世界上 你说的世界上这么苦 人活在世上 有这么多内苦外苦 那个中式的陈述当中 内在的苦外在的苦 有这么多苦 可是人还痴心 这个爱恋 这个这样一个世界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太太平平的 那怎么办 这当然是一种反节 所以他 他据此 他就解释到 他说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不是人的世界 而是禽兽 本来该处的地方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 反而自得有余 所以 立马都说 他说 就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事业建立在天国上 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 今世者秦氏之事也 故禽兽各类之相 辅向于地 人为天明 则昂首相顺于天 这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 你要是 你要是就这么去看 你说这个禽兽的样子 都是脸朝着地的 是吧 氏族落地 脸朝着地的 所以这样的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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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于地的 而人呢 是昂首向天的 所以人就是天明 如果说 你没有对这个 阿奎纳的人学的 论证 他怎么去论证 这些问题的 这个中间过程 你不了解的话 你也许觉得 立马都说这个话 这个 这个 非常儿戏 是吧 你好像就是 用两个姿态 就把这么 这么人和禽兽之分的 这么严格的问题 把它给 区别开来了吗 实际上我们说 立马都在这里 说的这两句话 是 就是 就是阿奎纳在 论证 人的身体的配置的时候 曾经用过的证据 就是 阿奎纳他认为 他说 其他动物的脸 之所以是 朝向 地上的 那么 似乎就可以说 是为了 他是为了寻求 食物 和获得生计的目的 也就是 他是为了 此次的 物质的目的 而人 却是直立着 向前的 那是因为 借着感觉 首先 借着更为精细 以至能够 进一步识破 事物各种 差别的视觉 他可以自由 俯瞰他四周 和天上 地上的感觉对象 从而能够 从所有事物中 获得可理解的真理 所以 人的这个 所谓 狼手 向顺于天 实际上是 人作为一个 存在于此事 但是又有一个 高于具体的 物质世界的 这样一个追求的 他的这样一种 就是说 地位的反应 是吧 所以人的这种 直立姿态 实际上是有利于人 作为天主的肖像 他具有那种 理性运作的能力 理性运作的能力呢 实际上是相关于 人的超越性目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阿布达的 这个自然神学里头 那么 我们理智 可以达到的 最高程度 就是我们能够 认识到 这个 造物主 造物主的存在 是吧 天主 这个上帝存在的 如正名嘛 所以 就是人的理性运作 最后是 是跟人的这种 超越性的目的相关 我们之所以说 我们超越于世界 其他的事物 就在于我们拥有 这样一种 理性的能力 而这个能力呢 我们人的身体的 这样一种安排 是有利于我们 这样一种能力发挥的 这是阿克拉论证的 这个 这样一条思路 或者说线索 那么 到利马窦这里来 他就解释为 就是说 鸟兽各类之相 辅相于地 而人为天明 是昂首相顺于天 是昂首相顺于天 所以这个解释 应该说实际上是 他对阿奎纳的 身体学说的 一个运用 所以我们说 阿奎纳对人的 身体的认识 他不是警救身体而言 他不是说 人的身体 因为你是直面向天的 所以你比那个 瀑布在地的好 它是有更深一层的 含义的 他认为直立的人的 身体的优越 在于什么呢 在于这样的配置 适合于人 实现他的理智的能力 而理智能力 则标志着人 是可以通天的 但是我们可以跟 跟上帝相通的 是天主的肖像 那么他的这一论 就是这一论证 到了利马窦这里 就是表现为 人的身体相顺于天 证明了人是具有 超越此事目的的天明 所以这一论证 对于在利马窦那个时代 克服儒家 受制于现实关注 或受影响于佛教 所形成的那种 人生态度的悲观 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所以他对于 中世的那个发言 一改那个前面 中世发言的那个 低沉和悲观的论调 所以把人改为 相顺于天的天明 这个还是 就是有说服力的 是吧 在他们两个论辩的一开始 就是西世一发言 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应该说他还是有一种 那种论辩当中 就是起到正能乏惠作用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他就是要以人的灵魂 不适于身 来论证人魂不灭 就是这个 这个实际上是很阿奎纳的 所以我们知道 对阿奎纳人学熟悉 这个朋友就知道 那灵魂 就是不适于身 就是不依赖于身体 这个在阿奎纳这里是 常常被拿来 证明他们两个人的 这个行之关系的时候 常常会说到这里 所以立马都在这里 也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是吧 所以在论证的天主教 死后天堂地狱的学说 不同于佛教的天堂地狱学说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虽然都讲天堂地狱 但是天主教的天堂地狱说 和佛教的天堂地狱说 是不一样的 所以立马都就转入到 对灵魂不灭的论证 他首先是从灵魂分类 以及灵魂本质的认识入手 论证人的灵魂不灭 禽兽是不一样的 那么立马都在这个层面的论述 全面借鉴了阿奎纳 关于灵魂精神性的认识 那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对他的灵魂学说 做了很好的 这个阐发和解说 那我们来看他 他的具体的内容 所以立马都对灵魂的 这个区分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纯粹走的 亚里士尔德阿奎纳的路线 就是灵魂的能力 是由他们的对象区别开来的 我们看立马都是怎么说的 立马都说 世上的魂有三品 下品叫做草木之魂 是生魂 中品是禽兽之魂 这是绝魂 上品是人的魂 那就是我们讲的灵魂 那么草木之魂 作为下品的这个生魂 草木之魂是什么呢 它是扶草木以生长 扶草木以生长 这个魂只是对这些草木 是草木的魂 只是就这些草木而言的 阿奎纳是怎么说的呢 阿奎纳说第一种能力 被称为营养的能力 营养能力仅仅于那个 和这个灵魂结合在一起的 特定形体发生关系 那不是吗 扶草木以生长 那就是这个魂 就跟这个草木有关系 你之所以是草木 能够生长的草木 就是因为你拥有了一个 可以生长的魂 对不对 那立马都又说 立马都说 父禽兽长玉 又使其以耳目失听 以口舌鼻蛋袖 以肢体觉悟情 这就是所谓的绝魂 就是他说的 忠品 秦兽之魂 那么立马都是怎么 阿奎纳是怎么来 界定这个魂的呢 就是不仅以 与之结合的形体为对象 而且还与所有的 感觉形体相关 所以他是要怎么 用立马都的话来讲 就是要觉悟情的 要觉悟情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二种魂 就是所谓的绝魂 那么第三种 立马都说是 这个灵魂 是此间生魂绝魂 能服人长养 即使人知觉悟情 而又使之能推论事物 明辨义理 有了思考 思维能力 那就是人的 我们所谓的理智的灵魂 所以立马都说 阿奎纳的灵魂分类里头讲 说灵魂的第三种能力 区别出他的灵魂种类的 第三种能力是什么呢 就是观色到的对象 是最为普遍的 不仅同每一个 感觉形体相关 而且还同整个 普遍的存在相关 那就是他能够 能够推论事物 明辨义理 推论事物明辨义理 所以这是我们看立马都的 这些解释 实际上跟阿奎纳的这种解释 是完全一致 那么阿奎纳对于灵魂独立 以及灵魂不灭的这些论证 也被立马都拿过来 是吧 你看立马都的说法是 他说草木禽兽的这个魂 不管是生长的魂 还是感觉的魂 他一生已为本情 生末而禽魂随之以女 就是这些草木禽兽的这个魂 它是跟它的体 跟草木禽兽的这个身体 是结合在一起 生子没有了 这个魂也就随之 没有了 所以绝魂他也是说 他说绝魂奈乎生 生死而随其 就是绝魂也是有赖于身体 那身体没有了 也就没有了 那灵魂之本用 则不适于生烟 就是灵魂本身的运作 用阿康拉的话来讲 它是不依赖于身体的 若论若推论明辨之事 则不必居于身形 而麒麟是自在的 它是可以自己在的 那这个话 就是说 立马斗论证的灵魂 不必居于身形 它的这个理智的运用 推论明辨 不居于身形 麒麟自在 本性在哪里 是阿康拉是有所论证的 他说你要认识一些事物 为了要认识所有这些事物 他在自己的本性中 就不能够具有所认识事物中的 任何一种 因为他所包含的东西 将阻碍他认识别的事物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理智能力 是要认识一切 有形事物背后的那个存在的 所以如果他要依赖于某一个有形的 我们的理解能力 如果要依赖于某一个有形的 这个事物的话 那么这个有形的事物 就会妨碍他 认识别的事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的理智认识是不能依赖于 任何事物的 所以他不适于身 那不适于身 所以阿克兰也说过 他说我们称之为心灵或理智的原则 具有一种脱离形体的自身的运作 只有独立存在的东西 才能够具有一种自身的运作 在阿克兰的人学里头 也就是这一种自身的运作的存在 才保证了人的灵魂 不同于动物的灵魂 它可以在人的身体 消亡之后继续存在 继续存在 所以你看立马斗的这个论证 完完全全就是从阿克兰这里 这个 演化过来的 演化过来的 然后 阿克兰论证独立事物的 这个不会朽坏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论据 是吧 这个 阿克兰认为 他说普遍事物产生 就是 事物产生坏灭的这个普遍规则 是什么呢 就是你总要有一个东西 死之坏灭 什么才能死之坏灭呢 那只有它是 这个依赖于某个事物的 它才能死之坏灭 而独立存在的事物 它借某种别的事物产生 或者坏灭 借别的事物的产生或者坏灭 而产生和坏灭 是不可能的 这是它 就事物坏灭 做的一个普遍的 推断 是吧 所以 利玛窦也就推断出 他说 这个是须知世界之物 凡见残灭 必有残灭之者 就是有人去残灭它 残灭之因 要从相悖起 无相悖 绝无相灭 就是没有相悖的地方 那就不会有 谁去灭谁的问题 灵魂是神 那是精神的 与四行无关焰 就是与存在的这些东西 都没有关系 俗虫而被灭 那它是跟谁相悖而被灭掉呢 所以它不会 它只是会继续存在 身体不一样 身体是我们有元素构成的 那么它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有内在的矛盾 有从相悖开始 我们不能协调了 这个身体就没有 但是精神性的东西 它跟这些东西都不相干 跟所谓四行都不相干 那它怎么会 怎么会 因为 想矛盾 因为矛盾而毁灭呢 这是 这也是从 阿奎拉的这个 这个论证当中 划过来的 所以利玛德 随后呢 又进一步去 诠释了阿奎拉的灵魂 欲望 米智和意志的学说 那么比较系统地 阐述了人的灵魂 不同于禽兽之魂 那么人的灵魂 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精神体 而后者呢 只能在物质 形体之中 随着形体的死亡 而消亡 所以阿奎拉在论证 禽兽灵魂 不能独立存在的时候 他就指出 他说这个运动的能力 有两种 那么一种是 欲望能力 他命令运动 感觉灵魂中的 这种能力的运作 如果没有身体 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存在于感觉当中 那没有身体 那就不能存在 因为愤怒 欢愈 以及诸如此类的情感 总伴随着身体的一种变化 而另外一种运动能力 就是那种通过调整器官 服从欲望 来实施运动的能力 那么这种能力的活动 并不在于运动 而在于它是被推动的 它是被推动的 所以很显然 运动并不是感觉灵魂 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 实施的一种运动 那么我们说 这就是立马到 进一步论证人的灵魂 不死 异于禽兽的第一条理句 有形之魂 不能为生之主 而横为生之所义 以旧堕落 是以禽兽 常行本欲之义 训其禽之所导 而不能自洁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感觉灵魂的运作 阿克拉的论证就是 感觉灵魂 就是它在感觉灵魂 这个层面上的所有运动 是都必须要依赖于身体 那动物就是感觉的灵魂 是有形的动物的这种灵魂 就是感觉的灵魂 所以它不能为生之主 而横为生之所义 它要依赖于身体 那身体的毁灭 它就堕落了 它就堕落了 所以它说 禽兽常行本欲之义 训其禽之所导 它不能自洁 那这就是我们说 人的灵魂不死 而禽兽的灵魂要有死 第一个原因就是这里 就在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它又来 这个立马到第二个论证 就是说 它说一物之身为得一心 若人则兼有两心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兽心 人心 那这里的兽心 是指人的灵魂 涵盖了感觉灵魂 涵盖了绝魂的这个感觉 和欲望的能力 而人心 人间有两心 兽心和人心 而人心呢 这是指的 专属于人的灵魂的那种理解 和意志能力 所以它说 是以两相辈之情 必有两相辈之心 两相辈之心 必有两相辈之信 那么这个两相辈之信 是什么呢 就是一来 行性 一来神性 一个是神性 一个是 有形的性 我们说这一个论证 实际上是对阿奎纳 人的灵魂之所以存在 有各种各样的能力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这就是 它处于精神的 和有心受造物的交界 所以这两者的能力 都汇聚到灵魂这里来 实际上阿奎纳 说的这一方块 就化作了 我们说的 立马道在前面所说的 这样一个 所谓两相辈之心 有两相辈之心 那么这个 这个结论 就是立马道 把它以这样的方式 这个拿出来了 正因为人 具有物质性的身体 又具有 不会坏灭的 这个灵魂 精神性的灵魂 所以人才能够 立马道说 人之欲一事也 且同一时也 而有两面并性 是吧 屡绝两腻 从比为之受心 与情受无别 从此为之人心 与天神同 这是人的 我们说 人的这种 处于精神和有形受造 交界处的特征 是吧 我们自己在 我们的心灵精神活动当中 我们都能感受到 这个 人能反生 人能够反思 就是能够我们在内部 设想出一个 内在的自我 是吧 那 立马都是从 这个 或与情受同 或与天神同 这两个方面 来设想 我们的这个 我们在 自己在做内心的 天神交战的时候 的那种 那种情形 所以这个也是从 阿克赖的这个 人具有多种灵魂的 这个论证当中 衍生过来的 那么还有一个论证 立马都还做过一个论证 就是 就是我们说 阿克赖曾经 曾经在论证 灵魂能力区分的时候 曾经区分过 这个理智的灵魂 和感觉的灵魂 那么他的具体说法 就是他说 存在着一种灵魂运作 他是如此 远远地超出了 形体的本性 以至于甚至 以至于他甚至 并不通过身体器官来实施 而这样一种运作 就是理性灵魂的 运作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理性的运作 是不依赖于身体的 那么在这种运作之下 存在有灵魂的 另一种运作 它实际上是通过 身体器官实施的 而不是通过 形体性质实施的 这就是我们 感觉灵魂的运作 那么 立马到充分吸收 这个结论的基础上 做出到 他关于人的灵魂 不同于禽兽灵魂的 又一个论证 他说 物类之所好物 横与其性相趁烟 故着行之性 为着行之事 为好物 而超行之性 以无行之事 为爱物 而人之性 兼得有行 无行 端者 使灵魂之为神 就是 我们 可以有有行 也可以有无行 那我们这个灵魂 就是所谓 所谓有行 为神者 就是 阿克拉所说的 他是精神性的 他是精神性的 这是这样一个论证 那么继续的 继续接下来往下的论证 就是 阿克拉曾经说 他说 凡是 领受到某种事物之中的东西 都是依据领受者的条件 予以领受的 那么这样一件事物之被认识 便是就他的形式 存在于认知者之中而言 但是理智灵魂认识一件事物 是绝对的就他的本性而言的 比方说 他认识一块石头 是绝对的作为一块石头 予以认识的 所以一块石头的形式 以至于他自己的形式的概念 绝对的存在于 这个理智灵魂之中 就是我们的理智 去认识事物的时候 跟感觉不一样 感觉要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 他是要真真切切的 跟他有接触的 而我们理智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 我们把他的形式 纳入到其中 那么 这样一种说法呢 利马斗 依据这样一种说法 就提出了 他的这样一种论证 他说 凡受事物者 必以受者之态受焉 就是你领受事物 你就要以领受 以他的那个 就是 领受者的这个条件 来接受他 是吧 人魂之神 何以疑惑 就是人的灵魂的这种 这种精神性 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我欲明悟 如以己心受其物焉 就是我能够 认识 一件事物 就是我的心已经把它纳入进来了 把它接受进来了 其物有形 我必脱形而神之 我是把他那个有形的东西 我认识一件事物 这件事物并不是真正的那个有形的事物 到我身上来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能认识 长江黄河 我们怎么能把他这个形拿进来 是我脱形而神之 然后纳之于心 就是 这个 他认识一块石头 是一块石头的形式 以至于他自己形式的概念 把它纳入到他的理智灵魂当中来 所以 神 能神所受者 自非神也 未知优也 就是我能够从精神上去认识一件事物 把它接受进来 而我自己却不是一个精神性的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论证当中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 阿昆纳的这个 这个 灵魂思想在他这里的反应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论证呢 就是 我们说 利马斗说 利马斗认为 他说人的灵魂因其不受身体所述 具有十分广博的认识 因而一定是不可朽坏的 精神性的 所以利马斗说 他说 人之灵 非为知其物外情形 且畅小其引体 而又能反观诸己 民己本性之胎眼 此其 非属有形 亦可生意 就是你看我们人的灵魂 不光是能够知道事物的外在特性 我们还能知道 他的内在规律 不仅如此 我们还可以反观于己 是吧 阿昆纳也讲了灵魂 我们理智灵魂认识的第一对象是 物质世界 物质尸体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认识我们自己 是吧 民己本性姿态 就是我们还可以反观 诸己认识我们自己的 有那种自我认识 这一点是他不是属于有形事物 而可以证明他不是属于有形事物 从这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审查到 是吧 所以阿昆纳说的 他说灵魂是借理智 借一种非物质的普遍的和必然的知识 来认识有形事物的 那么认识到物质事物的本性之后 而后来认识到的东西才是这种对象 得以被认识的活动 这就是利马斗书说的 这个非为其物质外形而畅小其引体 而又能反观诸己 民己之本性 我们不仅要 不仅可以认识这个外部事物 我们还能够认识 我们认识外部事物的那个活动 所以这个也是利马斗的说法 也是从阿奎纳这里 这里把它转换过来的 转换过来的 那在做了这一切论证之后呢 宗师又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 是不是只有善良的人 这个灵魂才能够继续存在 恶人就不能继续存在 这也是一个 就是我们经常会 想当然的这么认为的 就是把灵魂存在的问题 做一个伦理学上的区分 他希望说服这个宗室 要去相信人的灵魂是不死的 那么 阿奎纳的很多说法 在他这里都被利马斗化作了 这个中国人能够接受的 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现象的 这种辨识当中 我们可以接受的说法 他把阿奎纳关于 人死后灵魂要继续存在的 这样一个观点 把他 这个描述了出来 就是从信仰上来讲 当然就是说 基督教的信仰是要相信 这个人的灵魂 要等着身体的复活 然后一起接受审判 接受末日的审判 那么阿奎纳曾经就论证过 他说人死后灵魂离开身体而存在 这个并且以另外一种方式去进行理解 不仅如此呢 人在今生状态下所获得的知识 就属于理智本身的东西而言 它是必定 依然存在于脱离身体的 这个灵魂之中的 那么今生所获得的 认识活动 死后依然也存在于脱离身体的灵魂之中 也就是说在阿奎纳看来 人死后灵魂脱离了人的身体 这个灵魂不仅还要继续存在 而且它保留今生所获得的认识 以及认识活动 那么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今生只向来生 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现实生活很重要 是为我们来生永生而打基础的 这样一种想法 这样一种活动 它才是有意义的 并且是合理的 那么这样一些说法呢 就被利马斗拿过来 他以一种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 他举了一系列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说他曾经说到 他在他的辩论中曾经讲到 他说若为灵魂随死消灭 上劳心以求修与疲于之妙化 以几记盲时开阴 或被每月以几记龙时听烟 此声明何于于我 就是如果说我们相信灵魂随死 就消灭掉了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追求 那种死后的荣誉呢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名声 那这没有意义 就好像你准备了一幅很妙的画 等你眼睛瞎了再去看 准备了一段好的音乐 等你耳朵隆了再去听 这个时候与你的生命 你如果灵魂都没有了 你还要他干嘛 是吧 他说你看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普天之下多有抛别家庭 离弃骨肉而往深山穷骨 诚心修行 这个在中西都有 是吧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修道人 是吧 那这些人不以今生为重 期望来世征服 如果说没有来世 没有灵魂的不死 那他不是白费了吗 还有这些 还有这些人 你看有很多人 作为商人 这个这个 有多少钱都不知足 是吧 而世人呢 有多高的名 他也不觉得这个 过了 是吧 还要追求更高的 为什么这样呢 他说就是因为 天主所禀情欲 原来无疆之寿 无限之荣 岂可以今生几威之乐 而为燕诸者 就是说这个东西 是人的本性当中 我们本性当中 这个 上帝造人的时候 就安排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是有这种 无限性的追求 对不对 我们不会满足于 现世的这些 哪怕你是 你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 这个这个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无论是从金钱上 从名义上 可是你都不会满足 那是因为有一种 无限性 是隐藏在我们之内 这个都跟阿克纳 对于人死后 灵魂的这个 这个这个 继续存在 都是有关的 还有他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 人都怕死 对不对 那么 亲戚朋友 却不敢 接近 自己 死亡亲人的 那个师生 因为 在阿克纳看来 在利玛窦看来 他就说 人性的灵魂 是有良觉的 他自己就感觉到 人死了之后 还有魂在 但是 你说我们杀猪杀牛 那些动物死了 我们好像就 不觉得他的这个 尸体会惊到我们 是吧 那么灵魂因身中而灭 那天主安德 而赏伐之灾 这个是当然是 就是从这一点上 这是从信仰上说的 就是说 如果 这个 身体灵魂一起消亡了 我们只有 只有在这一世 那这个 这个 永恒的散伐 不就 不就落空了吗 没有意义了吗 我们说 他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说法 利玛窦的 这所有说法 那他论证人们 之所以对死后的 各种期许 或者安排 之所以在生前 无论如何 都不论从现实有限的成就中 得到满足 都是因为人本身 具有的这种精神性 永恒性 使他们自明 死后灵魂并不坏灭 而是继续存在 人作为天主的肖像 一定会模仿他 将自己的理智 扩展到一切存在上去 而这些都是在 利玛窦的人学当中 这个有过 有过非常明晰的 这种辩证的 那么在这一部分的论证当中 有一个问题 我们觉得要特别提出来 讲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 我们知道 祭祖的问题 因为利玛窦后来死了 死了以后 这个 发生了 发生了这个 所谓百年禁教 百年禁教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 这个 祭祖的问题 中国人到底 能不能祭祖 利玛窦规矩 还能不能推行 那好像 从这个 基督中教 传播的观点上来看 好像是 利玛窦 这个推行 中国规矩 这个利玛窦规矩 允许中国人 激恐祭祖 是一种退让 但实际上 我们说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去看 其实并不是 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里 在这个 所谓天主实义里头 立马到曾经 谈过这个事 而且他不觉得 这个问题 是一个什么 需要我们去 就是从天主下 信仰的角度 去退让的问题 而是说 这个东西本身 是我们 灵魂不死的 中国人的这种 祭祖的 习俗 本身就是 灵魂不死的正确 而这一点 实际上是跟 跟我们说 这个 这个 阿科拉的人学 也是一致的 所以在认同 并充分 应用阿科拉的人学 思想的 立马到我看来 应该是在 灵魂精神性 和灵魂不死的层面上 去看待 中国人的 祭祖行为 那么 比孝子 贤孙 中国之古里 世纪 修其 祖庙 设其 场衣 见其 实实 以 阅 考彼 这样的 祭祖行为 不仅不是 与基督宗教 信仰相 抵悟的行为 它反而是 证实灵魂精神性 灵魂不灭的 重要证据 因为 立马到我也说 他说 使其 行神 敬王 不能听武 告 哀 事武 吉赏 知武 事死如事生 事王 如事存之心 则故 非 自国君 以至于 蜀人大理 乃同子 空系 如果说 神行 即王 我们的祖宗 也听不到 我们对他的 这个 居伤的哀哭 让我们看到 我们磕头 让我们 看到我们 似死如事生 似亡如事存 的这种 这种 心态 那我们从 天子国君 以道 我们这些 一般的人 祭祖的这些 礼仪大典 不就成了 这个小孩子的 游戏了吗 所以 从这个方面 他也就认为 他说 中国人的祭祖行为 恰好实际上是 论证了 人死后永生的存在 所以他把它 在这里 作为一个证据 来使用 从善恶方面来讲 中士就说了 就说 善者能以道 存具本心 是以生死 而心 不善灭 恶者以 罪败坏 本心 是以生死 而心 随 这个 心之 就是 他就 随之善灭 是吧 利玛窦说 他说 魂乃神 一生之主 四肢之动中 以神善生 由之可以 以生善神 如之 何可斋 就是说 我们的灵魂 是精神性的 是我们这个身体的 我们人的是 足 按贵拉的说法 是行事 是吧 四肢 我们的身体的四肢 是 服从于灵魂的 那么 以精神性的灵魂 去解散身体 还说得过去 那么 以身体的死亡 就把灵魂也给倒霉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他的这个说法 完全 完完全全 就是 就是 阿奎纳的 论证 是吧 阿奎纳就曾经说过 他说灵魂是一种实体形式 所以他必定是那种 不仅关乎整体 而且关乎每一个部分的形式 和现实 所以如哲学家所说 亚里士多所说 如果当灵魂撤出之后 除非多亿 我们便不能够再说 某某是一个动物或一个人 所以你魂没有了 你就不能再继续 是一个原来的那个东西了 就是你的形式没有了 就像我们在讲一个画出来的动物 或者画出来的石头那样 手 眼睛 肌肉和骨骼 也同样是如此 我们的手 之所以是我们的手 是因为它是 长在一个有灵魂的人身上的 如果灵魂没有了 你把它 什么样的形状相似 什么样的形状一样 它都不是个真正印象的手 阿奎纳也曾经说过 他说 形式能够将存在赋予质量 从而如果离开了形式 质量便不可能存在下去 但是如果离开了质量 形式之存在下去 则并非是不可能的 形式之存在下去 并非是不可能的 因为形式就去做形式而言 它是不依赖于身体的 不依赖于质量的 你看跟利马斗在这里说的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道理 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 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便捷 有很多这样的便捷 就是利马斗去访问中士 而他背后所用的道理 都是阿奎纳讲的 他说 造物者因其善否不义其性 如鸟兽之性 非藏身之性 则虽其间有善 未远比鸟兽藏身 他不会因为他的善恶 和改变他的本性 来改变他的本性 鸟兽 他就不是有藏身之性的 哪怕鸟兽当中也做了好事 但是不能因此而使他藏身 魔鬼 所谓魔鬼就是堕落的灵制尸体了 所以他本来就是藏身的 因为他只有平视 他本来就是藏身的 纵使他为恶 他也不会因此而毁灭 是吧 而人 本性之体 兼身与神 非我拒绝 乃天主复之 等等等等 天主命其 生七年而善 则七年已善 而五不能永久 命其灵魂长生不灭 而五焉能灭之 跟这个阿弗纳论证人的 这个灵魂身体分开以后 灵魂可以继续存在的道理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经过这一系列的论证之后 宗室就认识到 他说灵魂不灭之理 圣真焉 圣敏焉 利玛窦提出 他说七亿 七己行于禽兽 不闻二性之书者 完也 就是把自己跟禽兽 拿去对比 不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 实际上是很顽略的 是吧 所以我们说 以阿弗纳人学理论 为基本理据 用基督宗教人观 对儒家人 人生哲学进行的 修正完善的对话 在这里就终结了 是吧 所以整个这一个 对这一部分的解读 使我们认识到 就是说 利玛窦本人十分熟悉 作为当时基督宗教 正统思想的 托马斯的人学理论 站在他的哲学立场上 他意识到 忠视人生态度的偏颇 是由于他不能在善恶报应 现实生活和超越追求的关系 问题上做出正确判断 这或多或少 是由于他所持守的 儒家人生哲学 缺乏形上的构建 因此 利玛窦充分运用 阿弗纳人学思想中的 灵魂学术 理智学术和实体学术 将他们综合起来 以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 展开论证 不仅是忠视接受了 人的灵魂不灭的 基督宗教的教义 也将阿弗纳所代表的 士林哲学方法 内容以及气质 注入到中国传统的 儒家思想当中 由此而论 他运用阿弗纳人学思想 对灵魂不灭问题 所做的论证 不仅应该被视为 其将基督宗教中国化的一次 将基督宗教中国化的一次尝试 而且也因视作是 其丰富和发展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思想的 一个重要的贡献 当然这个结论 是我们对 利马逗的一个推崇 因为他 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了 以阿弗纳人学为基础的 基督宗教的人观 并且能以中国化的方式 把它展示出来 好吧 我应该讲的稍微超了一点吧 谢谢大家